我們來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要做動畫設計師 最後做出來的成品是不是一個動畫 是一個影片對不對 所以要先問一下各位這個問題 你點進來 大家都有在看YouTube或者一些影音頻道 當你按下播放的時候 一定都有用過這個地方對不對 大家一定清楚 當我這個數字越大的時候代表的是什麼 畫質越好 可是我當然不可能考你這種 我考你的是 這個到底代表的是 影片的寬度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認為我在這裡會考你 應該一定有引擎 反正單選題喔 沒有副選 你就點到你的答案之後 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叫提交結果 你就把它送出 這樣 確定這樣就好了 好吧 我等各位一下 我來看看大家 平常看影片有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 剛剛呢 我有把那個統計的資料開放出來 所以你可以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一下這個頁面 然後呢 你一樣進到任務裡面 任務裡面這裡 OneNote是一個翻轉絕景平台 翻轉絕景平台 翻轉絕景平台 所以上面不是只有我的資料 你剛剛看到發現裡面這些 都是別人的 當然我的也很多 那您進到這裡之後呢 剛剛我們在這邊對不對 您就直接點這個進度 你就可以看到跟我一樣的畫面 好全部的都弄完了 這樣只是代表有佼佼 不是過關喔 來 那我怎麼知道統計結果 按上面這邊 按一下 好 果然 符合預期 蛤 符合預期啊 對啊 因為呢 我們現在是民主時代嘛 但是可不可以用 老是用投票的方式 不行啦 因為只有 少數人的答案是正確的 所以你知道 民主也有暴力嘛 多數人講的有時候不是對的嘛 可是因為他票比較多 那是影片的高度喔 影片的高度喔 它事實上不是 你如果要繼續往下看 就會看到誰回答什麼 我們就不用看了 好 那你可以 來看一下 為什麼剛剛這個是 影片的高度 其實你看一下這邊 你應該有看過比720更高的 對不對 有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呢 是320 乘以240 我們大概接聽VCD的品質 因為VCD是352 352乘20 那麼如果是360 就是640乘360 這個呢 大約就是像你常看到 一般網頁上面 不是有些人會把影片 砍在裡面嗎 對不對 大概是那個大小 當然也有再大一點 又小一點的 好 那你在往上走 這個是720乘480 就是我們一般講DVD的品質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DVD比VCD 畫質來得好 對不對 在網上 只要720以上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一個叫HD 高畫質 這個是1280 乘以720 那麼再上去你一定有看過叫1080 對不對 這個是1920乘以1080 也是我們現在最常見的什麼電腦螢幕的機器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所以其實我們平常看到這個是影片的高度 影片的高度 那為什麼要特別請各位注意一下這個尺寸 因為你現在要做影片了 所以是不是用標準的會比較好 你如果用的是非標準的 以往也許你曾經看過 比如說像日本的那種高畫質的H 那種頻道有沒有 你會發現 我雖然螢幕這麼大 可是它可能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上下或左右會有黑色的 因為它比例不對嘛 可是我要讓你全部看得到 所以只好等比例收放 就會流下來 所以 比較建議各位就是用標準尺寸 就說輸出 效果會比較好 這樣有清楚了齁 所以這樣應該有長知識了 !